开off路的时候 那个前面轮胎那个路况看不清楚 大石头看不清楚 是一个比较讨厌的事情 所以在网上看到这个 wireless front and rearview camera 觉得这个系统不错 至少我可以前面的路可以看得很清楚 轮胎下后面的 rearview呢 现在是呢给speltide那个挡住了 那个aureless front and rearview camera 所以也可以装一个 这样的话我前后两个 然后它这个是HD的 然后还可以recall所看到的东西 才160在Amazon 所以就买回来试试看 我们现在看看装的效果怎么样 ok 现在呢一个新的装了一个这个 给你看看啊 review camera 然后可以recall 还可以看那个 这里还有一个control 是那个front 打开 这里可以front 一个前面一个后面 他这里可以有四个channel 看看前面是怎么样的啊 后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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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一边,换了原来的那边,把原来的那边换掉 然后,现在就有电动,出了它,是个Wireless 看上去,漂亮很多,旁边的大灯要换了 这些长压好看一点,看Wareview的 Wareview的一个镜头是装在这里,也是Wireless 一个Wireless的镜头,装在这里,装在这个 那个i-carrier上面,然后这个线这样连过去,正好连着这个线 那个Lighter Spray Lights,看一下,所以它这个线 Oops 所以我现在装了一个在这里,这个线就从这里连过去,连到这里,连到这个后面 这Lighter Spray这里,然后有那个Connect,就连上这个线就好了 Lighter Spray Lights,用Lighter Spray Lights这样连过来 就在这里,然后这里realview正好可以看出来 然后这个关啊,台啊,就一点都不影响了,这个camera 所以这个camera在这里 然后就呢,就是在这里,所以这里现在就一点不影响了 对,是,所以这个就可以,它这里可以recall 我觉得这里一按,那这里可以recall 它现在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可以recall 然后可以看两个screen 这是第四个,这是一个backview的 然后可以看两个左右都可以看,然后看四个也都可以 这里一边开一边可以看,然后是1080p的HD resolution 不错,我可以放这个link在那个下面 可以吧,然后 这里一个我就连在这个dashbar上面 然后这个高低我觉得也正好,正好开车的时候呢,它也不是太低 我本来想撞在这下面,撞在下面它危险 因为开车的时候你看上面,看下面的话你看不到上面 然后太高的话呢,又挡住那个view 所以我觉得放这里正好,这里这个架子不错 正好过来,跟我这里以后放那个iPhone的那个hold 全是在一起 所以很好,非常满意 这里可以把front camera关掉 那个real camera就是有license plate 你只要车子on,就automatic on 那边有一点凡的音乐 任何人知道全部可朋友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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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